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中国女兰已经打完了澳大利亚这边举办的世界杯 在目前正常来说应该是在5号要飞回中国了 但是按照目前最新的一些媒体报道的消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本定于已经准备要飞赴回国的中国女兰这个航班 却突然被媒体爆掉,已经取消了 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 很多球迷其实也开始担忧说 是不是中国女兰这边出现了些什么情况呢 还是说我们女兰当中有一些球员确诊的呢 而就在最近根据我们中国女兰最新球员的整体的一些状态 包括动态来看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之前大家所担心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谣言 所以接下来呢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岸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兰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有媒体就报道说中国女兰的航班突然取消 那么紧接着呢有李梦的球迷在粉丝群当中也透露说 李梦这边被确诊了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出去之后呢 那么很多球迷自然也很担心说 哇李梦一旦确诊 那么我们中国女兰是不是全体的球员可能都得隔离起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回国了 一旦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很多球迷肯定会非常的操心 毕竟呢在之前赛尔维亚打女兰啊这个示娱赛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这边也确实是有人确诊 所以最终啊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回国 那段时间呢也正是在大使馆和蓝鞋的一个支持之下呢 中国女兰这一帮球员才最终辗转很多长的一个时间才回到我们国内 所以一旦这次要再次招式与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 那么很多球迷肯定也非常担心说 这帮为国争光的姑娘们这次恐怕又要遭遇挫折了 但就在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跟谁的中国女兰出战啊 这次世界杯的一个核心球员呢 他就在社交媒体当中刚刚发布了一个剧型消息 在这个剧型动态当中呢 他是发布了一条照片微博显示自己呢 正在澳大利亚这边游玩还发了两张这个游客照 所以其实从这个女兰的核心照片当中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呢 在之前大家传出我们中国女兰整体啊 是因为啊球员里面有人确诊了 所以最终啊被取消航班 其实这个原因呢根本就不属实 否则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女兰的核心球员 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在网络上晒出自己去游玩的一个照片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之前所传出的那个谣言呢 就不公自破了 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所以据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对各位球迷而言呢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甚至可以彻底的安心 尽管说蓝鞋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女兰 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及时飞赴这个航班 但是从我们女兰这些核心呢 正常出去游玩的整体状态来看呢 我觉得起码不是有一些人所传言 或者说所传播的一些谣言 所想象的那样 起码现在我们中国女兰这帮队员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不妨静静期待一下 相信后续这些航班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呢 中国女兰这帮队员也能够如期回国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